1936年中 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欲除之而后快 七君子被捕后 宋庆龄 张学良 爱因斯坦等 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 都为营救他们而积极奔走 蒋介石却始终不为所动 那么七君子最终依靠什么手段 成功脱衔 民国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为您讲述 七君子案上集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咱们讲 民国封印大案系列 七君子被捕大案 1936年11月22日深夜 上海发生了一件 震惊全国 轰动世界的大事 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寻谱房 派出了八个抓捕小组 分别到全国各界逮捕 救国会负责人 沈君如 周涛愤 李公璞 史良 张乃契 王造石 沙千里和 陶兴之等人的家中 在没有拘捕证 又没有宣布任何罪状的情况下 违法的将七个人逮捕 只有陶兴之 因为出国参加会议 没有被抓到 救国会其位负责人 相继被捕 被戴上了手铐 拘押受审 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大案 国民党当局 为什么下令抓捕七君子呢 这要从这个著名的 爱国救亡团体 救国会说起 1931年918事变以后 日本军占领了东北 紧接着就对华北 步步入侵 妄图将华北 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这种形势下 全国的抗日呼声很高 各地著名的人士为首 先后成立了 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会 1936年的5月31日 代表全国18个省的 60多个救国团体 在上海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代表 有50多人 这次大会 选举出执行委员 和候补执行委员 并推定了宋庆龄 何湘宁 沈君如 张乃契 陶星芝 李公璞 王造实 沙千里 史良等15个人 为常务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会 提出争取张学良 冯一祥等上层人物 参加救国阵线 全国各界救国会 成立以后 就打电报给张学良 杨虎成 还有傅作义 这些爱国将领 宣传救国会的政治主张 张学良的态度很积极 与救国会进行了互动 7月6日 张学良到上海 会见了救国会 李公璞 奏涛奋 沙千里 商讨组织联合战线 和抗日救国的主张 7月15日 为了促成全国各党各派 各地方的势力团结合作 共同抗日 全国各界救国会 以沈君如等人 发表了题为团绝欲武的 几个基本的条件 以最低的要求 这么一个公开信 阐述了对联合救亡的立场 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 六点希望 这六点希望 第一 希望蒋介石放弃先安内 后攘外的政策 联合各党各派 开放民众运动 共输国难 二 希望陈济棠 李宗仁 白冲喜 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 三 希望宋哲元 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不逮捕 殴打抗日民众 四 希望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 主要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 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 五 希望中共实行八一宣言 当中提出的主张 六 希望民众能与政府合作 从事抗日活动 全国各界救国会公开信发表以后 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做出反应 8月10日 毛泽东在陕北的保安 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 给张乃琪 陶星之 周涛愤 沈君如等先生 以及全体救国会的会员 发了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 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 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 认为这代表全国最大多数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 与要求 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 纲领与要求 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 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 抗日救国的党派 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 上海的救国会 与陕北的毛泽东 遥相呼应 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张学良 杨虎成两江勋 做出了支持救国会的救国方针 9月初 西安的抗日同志会 就在张学良的公馆成立了 主席就是张学良 当时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 两广方面 就是广东 广西方面 陈济堂 李宗仁 白宗喜 也表示要同这个救国会 这些救国主张表示赞成 全国各个抗日团体就纷纷成立 这就把整个爱国的救亡运动 引向到一个高潮 就在九一八事变 第五周年到来之际 为了纪念这个惨痛的日子 上海全市人民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游行 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 沈君如 周超奉 史良等参加了这次游行 紧接着10月19日这天早晨 鲁迅先生因病逝世 宋庆龄提出鲁迅先生的葬礼应该由救国会来主持 因为伟大的鲁迅先生不仅属于文艺界 而且属于全国人民 宋庆龄的提议立即得到了 全国救国会同志们的热烈的赞同 10月22日 在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当中 鲁迅先生的葬礼隆重地举行了 那一天上海全市的学生 工人 店员 作家 教授等各界人士 近万人为这位伟大的革命的文豪来送葬 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出席了葬礼 沈君如在覆盖鲁迅先生灵鸠的重部上 书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 表达了全国人民这种悲伤的心情 对鲁迅先生的崇高的精神的这种景仰 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 大概有十多里路 没有一辆送葬的车 从蔡元培开始到宋庆龄 沈君如 张乃气 李公福 胡玉芝 王造实等 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 一律步行跟着前进 这个声势浩大的宋藏运动 实际上一次反日的大游行 救国会领袖和大家一道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的口号 当时救国会的会员 已经达到数十万人 爱国救亡运动 遍及了全国各地 11月12日 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 基督教女青年会 大扫坪上举行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大会 大会由沈君如来主持 救会的主要负责人都讲了话 大家在讲话当中 高度地赞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特别是他实行的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呼吁国共合作 联合抗日 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 仰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这次大会呢 实际上是一次宣传抗日救国 批判国民党反动派 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热衷内战政策的这么一个大会 全国各界救国会自成立后 积极呼吁各方势力团结协作 共同抗日 并组织各种游行和大会 号召抗日救国 引起举国上下强烈反响 这违背了蒋介石奉行的 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对沈俊儒这些救国会 主要领导人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 国民党当局不惜捏造罪名 也要将沈俊儒等七君子抓捕 为什么又很快将他们释放 正当人们以为 蒋介石打击救国会的图谋 已经失败时 七君子却再度被秘密逮捕 为营救七君子 社会各界都做了怎样的努力 民国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七君子案上集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王 以反对内战的活动 让蒋介石 国民党对救国会是 记恨交加 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呢 就发了一个通令 指明说救国会 是一个未进党政机关许可的 一群反动分子 组成的非法团体 在这一年十月份呢 一个由蓝一社分子组成的 叫上海特区最高会议啊 这么一个组织 在上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呢 竟做出了三条决议 第一呢 用暗杀的方法 对救国会首脑呢 处于死刑 第二呢 收买救国会的动摇分子 第三 绝对禁止救国会的言论呢 集会了这些活动 最后呢 上海市政府拍板 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之外 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啊 统统给我抓起来 于是在1936年的11月22日夜里 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寻谱房啊 派出了八个所谓的抓捕小组 在没有拘捕证 又没有宣布任何罪状的情况下 违法地将七君子啊逮捕了 七君子被捕后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表公报 同五铁城的谈话如出一辙 千方百计 捏造各种各样摸须有的罪名 以耸人听闻 以达到呢 迷惑舆论 10月23日呢 沈君如 李公仆 王造实 沙千里等人呢 送到了位于北浙江路的 江苏高等法院的第二分院 第一庭 接收审讯 当时法庭上啊 挤满了旁听的人们 救国会呢 和七君子的亲友们呢 为他们请的这些律师啊 辩护人呢 也在这个律师席上了就坐了 法警呢 还有普探呢 重重叠叠地站在这个法庭当中 戒备森严 空气很为紧张 审判长入座以后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本案情 情节啊 重大 禁止旁听 这个时候呢 法警立即呢 进行了清场 旁听席上呢 这些人呢 只能被迫地退出了 一时间呢 气氛是更加紧张 在原告席上 上海市公安局的代表 控诉啊 一会儿说 说他们几位 有反动嫌疑 一会儿说 他们又要鼓动公朝 说了半天 也没有明确地说 七君子这七个人啊 究竟是犯了什么罪 要求把他们从租界法庭啊 引渡到苏州的 江苏高等法院当中去 当时呢 沈君如 王造实等人呢 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 污蔑致辞 并对呢 非法逮捕了 提出了抗议 表示呢 坚决反对公安局 非法移送 接着呢 他们四个人请的这些律师啊 就轮番辩论 提出了立即释放的要求 这个时候啊 公安局拿不出证据 又没有拘票 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啊 在民国宪法当中呢 属于违法的 法庭呢 不应该呢 违法移送 最后 法院不得不 被迫的裁定 责付律师保释 改期再训 就这样 沈君如啊 包括李公仆啊 王造实啊 杀钱里几个人啊 当庭啊 就释放了 后在这个门外的群众啊 就热热热向他们鼓掌 欢迎 欢呼 同一天 张乃琪周涛奋 史良这三个人呢 是在 薛丽华路等 江苏 第三高等法院呢 进行庭审的 经过辩论 法庭也裁定 没有犯罪的行为 不予起诉 由律师呢 进行保释 七君子无罪开始以后啊 大快人心啊 群情激愤 民众呢 是奔走相告 国民党呢 蓄意已久的计划 未能实现 他们能够 善罢甘休吗 当天晚上 一个神秘的电话 打到 沙千里的家里 就说 法庭 补发了鞠票 今天夜里啊 又要秘密地逮捕 旧国会的七个人 请你赶快通知其他人啊 尽快地离开家 沙千里就问了 消息来源可靠嘛 能撒您啊 对方却把电话挂断了 这个法院刚刚宣布 把他们释放了 又要秘密地抓人 沙千里呢 就表示怀疑了 决定呢 向这个沈金如 几个人啊 来报告消息 商量应对的办法 就没想到 这几个人当时啊 都不在家 没有见到 回到家以后呢 沙千里就决定 立即到朋友家躲起来 他刚收拾了一些东西啊 出了门踏上了 黄包车 就在这个时候呢 几个飙心大汉 就像猛虎一般呢 就扑上去 就把他从车上 拖下来 然后把他押送到 补房当中去了 其余呢 像沈君如啊 王造实啊 张乃琪啊 周刀范等人呢 相继也被 秘密地抓捕 只有史良呢 事先得到消息呢 逃了 为了让广大的人民 都知道这次是 秘密地逮捕 旧国会呢 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呢 就立即找了上海的立报 主编撒空了 请该报呢 发表旧国会负责人 再次被捕的消息 所以立报呢 在第二天在报纸上 就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了 当这个满街的暴同啊 举着报纸一起吆喝 立即就轰动了上海全市 二是呢 旧国会和被捕人员亲属啊 聘请律师 出庭辩护 上海有许多著名的大律师 例如张世昭 江一平 陈瑞庭 陈志高等啊 他们都基于义愤呢 愿意义务呢 为七君子辩护 三是呢 发表了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 强烈地驳斥了 国民党当局的污蔑 动员全国人民啊 进行营救 同时呢 严正地表示 旧国会抗敌旧国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意志啊 是绝不应领导人被捕而有丝毫改变的 11月24日呢 北平的教育界 包括李达呀 许寿商啊 许德恒这些人啊 109个人 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 要求即日完全开市 入载居船 北平的大学生 救国联合会 也做出了决定 要求呢 释放被捕的救国会的领袖 开放了民众救国运动 并停课两日 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当时这些抗议啊 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25日 租借法院 以危害民国的罪名 把这几个人呢 移送到上海公安局 许多爱国人士呢 发表谈话 质问国民党政府 被捕的救国会的爱国人士 究竟是犯了什么罪 全国各地的救国会团体呢 先后发表了声明 表示呢 结成声援 愤怒地进行抗议 宋庆龄呢 发表了声明 说予以全国救国联国会 执行委员会之一 特呢 提出抗议 反对此等 违法逮捕 反对毫无根据的罪名 横家 助领袖啊 身上 国际友好人士呢 像爱因斯坦啊 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呢 也联名打电报 给蒋介石 要求释放欺君子 这一事件呢 在国民党内部 也引起了一些人事的不满 国民党中央委员 就像余优任啊 孙科啊 冯玉祥啊 李列军啊 石英等二多个人呢 联名致电 当时在 洛阳的蒋介石 要求呢 对此事件呢 郑重处理 广西的李宗人 白崇喜 致电南京政府 请求把欺君子呢 无条件释放 国民党当局两度抓捕 欺君子 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 以宋庆龄 爱因斯坦 为代表的 国内外知名人士 纷纷致电蒋介石 要求释放欺君子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 为了营救欺君子 甚至特意飞往洛阳 去面见蒋介石 东北军在国民政府中 处境艰难 张学良为什么会冒着 激怒蒋介石的风险 为欺君子四处奔走 九天之后 张学良突然发动 西安事变 软禁了蒋介石 震惊中外 那么西安事变 与张学良 蒋介石的洛阳会谈 有怎样的关系呢 民国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欺君子安 上级 这时候啊 还有一个人坐不住了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张学良 1936年12月3日 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 降落在洛阳的机场上 机舱当中呢 跳出了张学良将军 他坐上汽车以后啊 支奔这个龙门香三寺的 一幢啊 两层小楼 原来这幢两层小楼啊 就是洛阳的地方政府 为庆祝蒋介石的武士寿臣 特地呢 兴建了一个蒋宋别墅 蒋介石我们知道 他生于1887年的 10月31日 到了1936年的 10月31日呢 就是他的武士大寿 蒋介石呢 以毕寿为名 在10月29日这一天呢 从西安乘火车 就到了洛阳 他名为呢 毕寿 其实呢 他干的事呢 比毕寿要更厉害 为什么呢 国民党啊 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呢 声势浩大的 陷机运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老百姓出钱 陷飞机 目的是用于抗日的 上海各界呢 募捐了700万元 购买了10架飞机 在这个龙华机场上 为蒋介石的寿臣呢 进行了 陷机运动的典礼 10架飞机啊 编成一个队 这个飞机呢 就命名为中正队 31日呢 这一天 首都南京啊 也举行了盛大的 为蒋介石的寿臣的 这个陷机典礼 各地捐献的飞机 多少呢 一共是70多架 当时的国人和华侨 为什么要 陷机祝寿呢 大家万中一心的目的 就是要发展空军 抵抗日本侵略中国 因此呢 抗日成为当时国人 共同的兴臣和愿望 其实呢 蒋介石到洛阳 去必受的目的是什么呢 召集各地的这些军政大员啊 要对西北的红军呢 进行围剿 他目的并不是抗日 所以张学良到了 蒋介石的这个 蒋宗别墅以后呢 跟蒋介石之间呢 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蒋介石呢 就指责东北军 搅供不力 要求呢 他把这个蒋鼎门这些 中央军呢 进入陕西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监视张学良 和杨虎城作战 25日呢 蒋介石在张学良 杨虎城的陪同下 到了西安的 这个王曲的 这个军官训练团呢 进行训话 在会上他就说 要分清敌人的远近 这个事情的这个缓急啊 我们最近的敌人 是共产党 这个危害是最急的 日本人呢 离我们很远 危害呢 上缓 如果远近不分呢 缓急不分 不积极搅控 而轻言呢 抗日 便是是非不明 要予以呢 制裁 所以当天晚上 张学良 就在王曲受训的 主要的这些 领导人和队长当中讲话 群情激愤 经过张学良的安抚呢 大家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攘外必先安内啊 和安内必先攘外 一个是先安内 还是攘外 这个问题上呢 蒋介石和张学良 发生了分歧 张学良主张 先攘外再安内 蒋介石坚持 先安内后攘外 为了说服蒋介石呢 张学良甚至在蒋介石 从西安到洛阳的当天呢 张学良呢 就自己啊 架了飞机 把这个阎锡山这些人啊 都从太原接过来 一起到蒋介石那 向蒋介石呢 名义上是为了蒋介石 助寿 实际上是 让蒋介石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蒋介石呢 大为愤怒 所以呢 在这个洛阳军分校 纪念周上啊 他就大骂 主张抗日子人 说什么 当前的敌人不打 偏要打远处的敌人 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啊 等于呢 就在大家面前呢 就骂了张学良 所以张学良呢 感到非常难堪 第二天呢 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 颁发了对西北红军的 总攻击令 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愿意打红军 在前线按兵不动 所以蒋介石中央军 第一军的湖中南呢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 孤军深入 被红军呢 彭德怀的部队 就是一夜之间呢 把他们消灭了 蒋介石是大为震怒 严厉地斥责张学良 要求追究责任 限期垫覆 张学良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 闹得沸沸扬扬的欺君子案 也使他呢 下定决心 所以呢 多次到洛阳啊 见蒋介石 因为张学良呢 一直觉得 他的救国主张 与救国会的爱国主张 是一致的 12月3日呢 他风风火火地 架着飞机 飞赴洛阳 赶到了蒋送别墅 没多久呢 这个别墅当中啊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声 蒋介石和张学良又吵起来了 而且一声比一声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见面呢 张学良建议停止脚供 和中共合作 蒋介石大发脾气 绝不能停止脚供 福肥你打死我 退而求其次 张学良就提出了 要求释放欺君子 蒋介石训斥其脑残 说全国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 实际上啊 张学良此次赴洛阳的目的 就是要让蒋介石下令 放了欺君子 却没有想到呢 他们之间呢 发生了那么严重的分歧 所以呢 这一次蒋章冲突 也就直接导致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 感冒天下的大不韦 在国难当头之际 抓了欺君子 究竟是意欲何为 法庭为何将 旧国会和西安事变 联系在一起 说张学良 就是看了旧国会的电报 才发动了西安事变的 法庭用什么罪名 给欺君子定罪 这些啊 咱们明天接着说 感谢收看 再见 各界旧国会 号召各方共同抗武 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那么欺君子 是如何以法律为武器 公开与国民党当局 进行斗争的 又是如何 被释放 重获自由的 在下期节目中 为您讲述 欺君子案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